Service 在看Service这个字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动词 Serve Serve这个字很清楚 E它在一个字的字尾 不当一个音节 只有看到ER 所以它母音ER就念成ER 所以这个字我们全部单音节 念成Serve Serve Serve这个字 它可以当作不及武动词 也可以当作及武动词 那么我们个别来看看一个例句 当不及武动词的时候 他说Mr. Wong has served in the school for 40 years 他说Mr. Wong 王先生 has served 到这边语气就结束了 对不对 他已经服务了 在什么地方服务呢 in the school 这是一个所谓的地方副词片语 对不对 他在这所学校服务了 服务了多久呢 有个时间副词片语 for 40 years 好 那么只要看到这个for 后面接一段时间 通常我们就可以想象得到 其实它的前面就是要接上一个什么呢 接上一个所谓的现在完成式 所以我们这边呢 帮同学呢 做一个 做一个所谓的 做一个 这边不见了 那我们看一下 好 做一个所谓的连结 看到这个for 我们就知道for 后面接一段时间 前面的动词 我们就用现在完成式 所以王先生呢 他在这所学校呢 已经服务了40年了 那我们接下来看 第二个例句当集务动词时候的用法 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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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d his customers as well as he could Jack served his customers 各位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served在后面呢 有些名词 他所服务的对象 his customers 他的客户 as well as one can 或是as as well as one could 这边是过去式 对不对 所以呢as well as one can 或者是could 就是尽可能的 这边的ending呢 帮各位呢 做一个整理 as good 我们这边as well as one can 或者是过去式的could 好 这个中文呢 我们就翻成是 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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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well as he could 好 注意哦 那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片语连接词 as well as 后面呢 接一个什么呢 接一个子去 这样来修饰呢 前面这个served 这个动词 这样了解吗 好 那么接下来 那served这个字呢 我们在后面 把e去掉 再加上ice之后 来 这个字的音节 我们先来分一遍 好 第一个音节一样 能念成served 第二个音节能念成ves 注意哦 这字 我最好可以念成ves 当它独立出来的时候 我们说副总统 就叫做vice president 但是这边呢 不念vice 因为它为什么不念vice呢 因为它在轻音节 众音节 第一个音节落在 第一个念成servus servus 那servus呢 它是一个名词 本身可以当不集物 也可以当集物 中文 我们就翻成服务 我们看它的英文解释 什么叫做服务呢 the work 那一份工作 什么样的工作呢 来 各位 这边用一个子具 来修饰它 对不对 好 用这个子具来修饰它 来我们来看看 这子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that is done 被做 好 它是为了什么而做呢 for an organization 一个组织 或者是一个人 所做的工作 那这就是一个服务 好 那我们来看 第一个例句 the waiter gave me excellent service so I rewarded him with a big tip the waiter就是所谓的服务生 gave me excellent service 他给了我非常棒的服务 这种服务是一种概括性的东西 所以这边我们就当作不记物动词 所以不加贯词 the waiter gave me excellent service so I rewarded him with a big tip 各位这边有没有 reward某人 with 某物 又以什么东西来奖赏某个人 好 所以 I rewarded him 好 我给他呢 一笔奖赏 什么东西呢 with a big tip 好 各位这 big tip 也是很不错的用法 big就是大的 tip呢 就是小费 就给他一大笔小费 OK 好 我们看第二个例句 what kinds of services does your company provide 好 what kinds of 各位这片蕴呢 大家应该常见的 是哪一种的 的什么东西呢 服务 services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边的服务呢 加s了 好 例如说呢 我们说到便利商店去 你可以购物 你可以买饮料 你甚至可以缴费 这个就是一个单一 单一的服务 加起来就有很多的服务 这种类的服务 所以呢 这个不同的种类的服务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 是一个可属名词来看 所以呢 你们的公司呢 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好 这provide指的就是提供 好 这是它的名词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词类的变化 当我们把serve这个字呢 e去掉 再加上ant 很多同学可能一看到ant 就知道 它是个什么 蚂蚁的意思 你们发现 蚂蚁呢 每天都忙了工作 到处找食物啦 把食物呢 搬回自己的洞穴里头啦 你看它像不像 它就是 那个蚁王的仆人 对不对 所以各位 你们发现 这个仆人这个字呢 后面呢 它藏了一个蚂蚁这个字 所以这个字 我们只能念呢 来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音节念成sir 第二个音节念成vent 中音节一样 落在第一音节 这个字 我们就念成servant servant 那servant这个字呢 它词类 它是一个名词 我们中文呢 翻成仆人 那我们直接来看地区 the king had many servants in his palace 这个国王呢 有许多的仆人 have many had many servants in his palace 注意哦 这palace要看对哦 不是place哦 是palace palace指的就是宫殿 皇宫 我们就叫做palace OK 好 那这个字呢 在最后呢 引底呢 跟各位补充了 是哪个字呢 这个字呢 同学很常见 这个字叫做server server这个字呢 其实那可以当作侍者 好 server呢 可以当作侍者 但是它除了可以当作侍者之外呢 不知道同学 如果对电脑有兴趣的同学 应该知道 我们的学校呢 有很多邮件 或者是网页的什么东西呢 伺服器 就叫做server 我们常常听到 电脑老师呢 提到所谓的伺服器 那他们都会念成server 那server就是这个字 伺服 伺候 服务的东西 那我们就叫做伺服器 中文英文念成server 好 来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再复习一遍 service 当作名词服务 serve 当作动词 也是服务 servant 仆人server 伺服器